那么我们夏天了都想喝椰子汁 但是这个椰子皮很硬 我们很难打开它 我们一般都得用刀砍 然后才能把这个椰子皮打开 想要打开椰子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用尖锐的刀都很难快速地 打开它尖硬的外壳 大家都吃过口香糖吧 吃过 如果我说口香糖能够把这个椰子打开 你们信不信呢 不信 小朋友们比较容易相信比较奇幻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就不太容易相信 那您演示一下我们调调这口香糖能打开椰子吗 那么我把这个口香糖做成一个尖锥状 放在这 大家看我给它演示一下 那么看 这个口香糖的尖狠狠地扎在了椰子壳里 把椰子壳都扎裂了 那么这个椰子水也出来了 都流出来了 天哪 太可怕了 那么这个口香糖呢 也是一种典型的非牛顿流体 下面我们再看另一个非牛顿流体的奇妙的性质 那么这个杯子里放的就是非牛顿流体 我们管它叫聚乙二纯 那么一般我们倒水的时候 必须得把这个杯子倾斜一个角度 那么水才能流出来 但是到这个聚乙二纯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杯子不需要倾斜很大的角度 这个聚乙二纯就会连续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直到从杯子里流干为止 那么这就是非牛顿流体的一个五管红吸的效应 那么这也是非牛顿流体的一个重要的性质